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面条非常好吃的做法 很多人都没有吃过这个做法 保证您吃一次就忘不了 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准备一把干面条备用 起锅烧水 然后开大火 把水烧开 锅中水烧至 底部微微冒小泡 加入一勺食用盐 加入食盐可以使面条更筋道 然后下入面条 用筷子轻轻的搅动 让面条受热更均匀 煮面条不要水开在下锅 烧至锅底微微冒小泡 这样煮出来的面条没有硬心 面条烧开后不要久煮 加入两次冷水 这样煮出来的面条更加爽滑 筋道不浓汤 煮至面条没有硬心就可以了 面条煮好了 捞出来放入凉水中过凉 使面条更爽滑 更筋道 过凉后直接倒出来 控干水分 控干水分的面条倒入大碗中 准备两个正宗的母鸡蛋 打入碗中 加入少量料酒去除腥味 直接把它搅拌均匀 拌匀之后放一旁备用 准备适量的胡萝卜切成片 再切成细丝 再切成细丝 再来准备半个土豆切成片 再切成细丝的土豆条 切好的土豆条放入清水中 给它浸泡一会儿 防止氧化变黑 准备一把小葱切成葱花 切好后放入盘中 把鸡蛋液倒入面条中 拌匀 让面条均匀地裹上蛋液 把泡好的土豆丝捞出来 放入大碗中 放入胡萝卜丝 把面条加进来 开始调味儿 加入一勺食盐 一勺鸡精 适量的胡椒粉 搅拌均匀 拌匀后把葱花加进来 接着拌匀 然后少量多次的加入面粉 面粉主要起粘合的作用 不要加的太多 否则影响口感 拌匀 拌匀 拌成这样就可以了 拌匀趁预热刷油 放入面条 摊成圆饼形 直接摊平整 摊平后表面刷一层油 锁住水分 盖上盖子烙五分钟 五分钟后给它翻个面 再继续盖上盖子 再烙三分钟 好了时间到了 打开盖子来看一下 哇实在是好香啊 抹上少量的番茄酱 给它刷均匀 小少黑白芝麻 金香又不盖 好了这会儿就可以出锅啦 大家来看一下是不是特别有食欲 出锅以后改到切成自己喜欢的形状 好吗 面条这样做真的是太香了 里面有鸡蛋 有土豆 有胡萝卜 营养非常的全面 拿来做早餐饼也是特别的不错 当桌小孩子都抢日吃 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本视频的记得点赞 留言收藏转发哦 点击我的头像 可以观看更多的美食视频 这里是飘游小猪娘 我是飘飘 感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